歡迎大家收看今日的Moon Night Express 身邊的是Trackers 你好 歡迎參與Trackers的成員 不如介紹一下自己吧 我先吧 我是一幫 我是負責彈鍵盤的 我是主任Misha 我是其他手Mic 我第一次跟Trackers做訪問 也看到你們是一隊很開心的樂隊 你們是否用樂隊來形容呢 是否這樣叫 也是一個組合 Trackers就是平原集作的其中一個單位 我收到你們的唱片 也聽了你們兩首歌 就是原地出發和到此一遊 都是很舒服的曲風 不如說說你們是否三個 在平原集作之前已經在一起合作 還是因為這個項目而走在一起 其實我們三個是同學 都是演藥學院讀音樂 然後前兩三年 Mike是漏過我們玩過蟹音樂 就是夾一下 踩一下 一個暑假去做 然後那時候 因為演藥學院其實很忙 我們各自各 譬如我有很多演藥學院要做 變成在學期間就很難抽到時間去做這麼多 就是我們做Trackers的事情 真正在一起就是因為阿邦 阿邦說一下 是的 那時候真正在一起 其實是在網上看到一個比賽 就想起我們夾過 不如去玩那個比賽 不如報名去玩 就是玩文哥的那時候 翻唱歌和原創 沒錯 而且因為那個比賽 如果很慶幸贏了的話 會有詩音合約的 我們就嘗試參加 因為那年已經畢業了 那年已經是 所以都要找一件事做 就是想一下找什麼做 是的 這是一條頭路 那時候你們是否三個都 即是你說那是一個唱Volk的比賽 是的 你們三個人本身都喜歡文哥類型的音樂 其實因為我們三個樂器加起來 一擺人聲一個鋼琴 再加一支奏音樂結他 就很容易令人聯想到文哥 所以有時候我們 就算我們會遇到一些其他類型的歌 我們都會把它變成文哥的曲風去玩 所以那個比賽都很合適 或者是奏音一點 一些圓音一點的曲風 那我想問一下Mischa 你是本身在APA的時候 你是唱什麼類型的音樂 唱Opera Opera 即是 Classical Music 那跟現在唱的歌 會不會有很大的出現呢 很大的出現 很大的出現 你喜歡嗎現在唱的歌 喜歡 因為我一直唱Opera的時候 甚至我的先生跟我說 你不要唱那麼多K 但其實我們暗地女生 經常去唱K 那為什麼那時候會選擇去唱Opera 在APA的時候 因為從小到大 唱歌都是學 Classical的 一直都是學 我只認識那類型的 那我就讀 Classical 很順利成章就讀了 現在三個人一起去玩音樂 你們有沒有說 哪一個很主力的呢 你們這裡 比較主力一點去 做決定 我們三個人會談出來的 其實 就算可能你們會覺得 女生是不是會 爆炸一些 或是一些 我是這樣說的 你不要自己爆出來 但通常人家都會覺得 是不是女生會 Dominant 而且感覺上是主音 但我們會談 譬如有些歌 我想遇上這件事 我們是否行動 要問我兩個隊友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吉他 只有一個琴 有時候 那些歌曲可能 不能配合我們的音樂 所以真的要談 如果能成功 我們都會做 加入平原集作 這個項目也有一段時間 其實這個過程裡面 有沒有什麼 是你們沒有期望過會發生 而現在有做的呢 我沒有期望過自己那麼差 那麼差 那麼差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其實因為我自己覺得 在學校做 雖然我們是APA讀 讀音樂 但是出來 真的要做音樂的時候 我發現原來是兩回事 很多事情要學 當然我們在APA出來 我自己 APA出來的時候 覺得自己 應該都可以 也叫演藝畢業 對 有時候唱片公司 都會對我 有這個期望 你演的學院 我期望你多一點 讀作曲 對 作曲 發現原來做起來 都是需要時間去適應的 其他兩位呢 沒有 期望過 沒有期望過 我沒有期望過自己 可以有一個膽量 或者一個這麼幸運的 可以在大台上演出 例如我們剛剛 在哪裡演出 Wine and Dine 還有有Line Rock那邊 有些音樂節 有些音樂節 可以出到那些表演 我覺得已經是 出到我的期望 就是在這個舞台上 可以表演給這麼多人看 對 其實也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那阿邦呢 我 其實他們都說了很多 那還有什麼說 遲到你最後一個說 你先回答 你先回答 沒有期望過 我想可能是 我們那些音樂 可能真的有人 真心很喜歡 這個確定是 我沒有期望過 我建議你們創作上 Mike因為你讀作曲 那就是我在這兩首歌 你也有份作曲 那Misha也有寫歌 是啊 那阿邦呢 其實你主要是負責編曲 是不是 有一首 是啊 其實我和Mike 都是作曲系的同學 那 大家 咦 咦 咦 抱歉 原地出發 你們三個 看漏了 抱歉 一起去寫這首歌 是啊 那你們平時夾的時候 那個分工呢 是有沒有什麼 譬如現在 很多時候是唱別人的歌 還是你們都會堅持 會用自己的歌 比較多呢 我們是 我們練習的時候 通常是一半一半的 嗯 一半時間是可能我們 手上有一個項目的歌 我們上載 就夾那些歌 去編 那另外一半時間 就是做我們自己 一起寫的歌 嗯 那接下來 現在算是 叫做在樂壇裡面 也是 在樂壇裡面的其中一個組合 你們對未來的音樂發展 其實有沒有什麼目標 想做到呢 很想有 或者有沒有一些單位 是你們覺得 很想做到他們這樣的成績 那就開心了 不如我說我們 你先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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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終於說話 你不怕沒話說 我們的目標 我想最近的目標 當然就是 我們做好我們的音樂會 我們有一個音樂會 還有下年 我們應該會有一支 我們Sweet Trackers的EP 那支EP 裡面有很多歌要寫 要做 這個是最近的 看著作曲 填詞編曲 還有音樂會 那些東西 還有 然後再遠一點 出完EP之後 都很想 不如我們 真的自己 屬於自己的 一個音樂會 的一個音樂會 現在 12月那個 就是和便宜集作 很想 將來我們自己的音樂會 都會有人 買票來看我們 看我們的音樂會 當然他們兩個說話 都正在進行 而我另外希望 就是我們現場的表演 可以更加精準 對 希望可以 值得去購票 進來看我們 那你們現在 做一個 現場表演的時候 其實最想帶給觀眾 是一個怎樣的感覺 開心 舒服 還有享受音樂 就是 不是想他們 就是 有很多演唱會 可能那些觀眾 還在那裡 全部都是這樣看著你 然後好像在判斷你 就是我們比較享受 一些可以跟觀眾互動 有交流 就是感覺到大家 大家的心在哪裡 我想如果觀眾 就是你看到他很groovy 然後跟進去 那些就是很開心 然後就很開心 那些其實 作為一個演唱者 其實看到他個人 都會唱得比較投入 大家就密切期待著 Trackers 以及其他平原集數的單位 就是12月6日 在Music Zone 那裡有你們的 first concert 祝你們這個表出 表演可以非常成功 謝謝你 拜拜 拜拜